咬起來脆脆的 在吃一口的時候 有苦苦的感覺 然後有那種爆裂感 然後我就把它吐出來看 結果一發現就是蟑螂 原來鄭小姐吃到的是這個飯糰 左邊是被吐出來的 竟然還有蟑螂頭 右邊半個蟑螂身體 鄭小姐吃完後上吐下瀉 只要想到這個東西 我會非常的難過 而且我會吃東西 都會覺得很害怕 甚至是想到那個畫面 我有時候連上廁所 我都要想一直看著周圍 說有沒有這些東西 鄭小姐五月二十五號早上 在台南永康購買一顆飯糰 當午餐吃 沒想到卻吃到小牆 當場崩潰 當天就醫後 隔天向店家反映 要求索賠八千元 鄭小姐指控事情過了十幾天 還沒解決 業者態度不積極 一個飯糰大概幾十元 鄭小姐要求的是病假兩天的工資 以及被扣除的全勤費用和精神賠償總共八千元 不過業者認為事發後有持續關心鄭小姐身體狀況 也有心賠償 但鄭小姐的藥單就診單和薪資證明都沒辦法提供正式文件佐證 中間還曾以食安違規條款逼迫業者 最後業者只好全部交由保險公司處理 鄭小姐提供的單據一開始缺少大小張 重回醫院補蓋還是缺了大張 讓業者認為不合理 最後交由保險公司處理 而衛生局目前也已經介入調查 TVBS新聞固守常用方知程序 對台南報導